我是一组六三年生 等我那个生八岁的时候就行 希望等到十二岁 十三岁 那五十多人生就是这种跨洋 飞一树的发展 弟兄姐妹坐在旁边 跟弟兄姐妹说一下 旁边弟兄姐妹说一下 新年蒙神的祝福 跟旁边弟兄姐妹说一下 新年蒙神的祝福 弟兄姐妹没有神的祝福 我们一心地走过去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题目叫做走出去 那么 因为走出去这个题目呢 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 有个很大的使命 就是要走出去 那么这广播在 格林多前书里就讲过 我们用什么办法 才能走出去 我们看一下 圣经历是怎么讲的 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原大事 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他钉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惊怕 又震惊 我说的话 我说的话 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 唯一网和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 正兵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这就是我们要走出去的一个原则 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要靠神 靠神的大能 才能做到这些东西 那么首先呢 我们得知道 需要福音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有这种东西 有需要采写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圣经也讲过一个病人 是一个麻风病人 那么这个麻风病人 得了病 怎么办 他自己走也走不了 是贪慌的 那么耶稣 耶稣进加百能的时候 就讲了这段故事 过了几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加百能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位空地 耶稣对他们讲到 有人带着一个探子来到 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了的 因为人都不得进前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既拆通了 就把探子连锁 躺的路子都垂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探子说 小子 你的罪有色 第一个解论们 我们首先要承认 我们是病人 在这个世上 没有一个人不是病人 实际上我们多久都见他 实际上是我们需要医治的 我们不只是身体上需要医治 灵命上也要需要医治 那么这里就是圣经所讲的 这个探子的 病 就需要有人去医治 需要有人抬进来 才能得到医治 这就是说当时呢 有人生病了 有身体的病 我们作为基督徒 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 我们不但需要广告 我们一定要把他抬进来 给他治病 这个探子才能得到医治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 我们基督徒 生在这个地上 不是说我们自己得救 就完事儿 实际上做这样的基督徒是最轻松的 我想当年就做过这样的基督徒 我在克罗斯特斯做了三年基督徒 非常舒服 我做了这样的那样基督徒 我这个医生就很舒服 教会也去 师父也在那里师父 然后结束了就接着去那高尔科 团契也去参加 但是心里就一点自然都没有 就觉得很轻松 定一点为难 神叫我们来 不只是让我们得救 让我们把病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能处长大时 医疗条件不好 生病是非常大的事情 能处就有个亲自咬医生 那么你有得了病怎么办 就得到这里去 那么再得了大病怎么办 就得去城里去 能病都知道 老能病都知道 得了病全都要去治疗 甚至花很多钱 去大医院去治疗 因为我们家的人 以前能处条件不好 就我父亲那年代 一直就有病 所以我这个病人 就非常的同情 甚至我自己当时 就是立志要学医大 学医科 要治病人 你看我就没成 我没做到医生 但是我们有病 就一定要去医治 知道自己有病才行 那么 圣经也说过 我们必须知道 用我们心中的 填养的亏欠 去医治 去撒去 身体又清脆洗净了 就当到成心和充足的信心 在在神面前 我们一定知道 我们有必要在神的面前 大家看英文 讲的就更 懂英文的 更觉得清楚 Jaw near to God Sincere heart 一定要有这种诚心 要不你要确信 你要获信 去知道 你肯定可以 用你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你要知道 你的所有的罪 都能够赦 这就是圣经 劝我们 一定要知道 我们世上的所有的人 不管是身体 还是灵命 都有病 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才行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刘大姐是医生 事实上 我们现在 事实上有几个绝症 有几个绝症 事实上是治不了的 昨天我看的是 五大绝症 是治不了的 癌症 我们有很多癌症专家 癌症还是治病的 得了癌症的子女 受死救济 等待死亡 大家知道 得了艾滋病 治不了 这么多人去研究艾滋病 花这么多钱 科学专家 艾滋病还是治不了 白血病 治不了 听见吗 内风湿 治不了 肌肉 维修 也治不了 这时候现在知道 还有很多 很多病都治不了 这是很重要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有病 要来同医治才行 这里最重要是 圣经也说过 耶稣恩忠 这个歌里就说过 多少平安 屡屡失去 多少痛苦 白白受 皆因每样 各样的事情 拜到祭恩前来 因为人要知道有病 没有可知之药怎么办 这是取决过 一心姐们 得了决认就是取决过 没有病 这个还难的 我们有些姐们很愿意看安静 我说我有事 偶尔看安静 安静也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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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 好了 已经一上了 那么辛苦 一辈子的妈妈 那么超心 孩子那么超心 孩子就是几个孩子 都不乖的孩子 来看妈妈这么辛苦 一去确诊 没有你这个还真正的事情 人知道有病 但是又不能治 是绝望 一心姐们 但是还有什么悲剧 有可知的制药 你不去用 就是悲剧 因为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 耶稣来这个世上 就是提供了方案 我们肉体上也有绝症 我们里面上也有绝症 很多人不认识 你如果不来到耶稣前面 这些事又久 得了得不到一致 耶稣就提供了一条 新的一条路 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到 神的面前 神能做到 神可能把你的爱 众自豪 神可能也不一致 但是神不只是 医治你的肉体 神医治你的灵魂 第一点问问 世上的人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神才能做 所以叫神计 神就能做 在人不能做的事情 那么尼徒生呢 讲了一篇道 就讲了这个 基督徒来世上 应该做什么 基督徒来世上 做的优先权 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怎么办 我们来这个世上 是要去救人 我们这个地球 就像一个大船 破船一样 这个船不要 神就让我们来 目的不是让我们 拯救世界 我们拯救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 这个世界 其实是遍体灵伤 问题太多了 大家看一下 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啊 美国 英国 你们去律师 或是很多欧洲国家 都有问题 我是十几年前 去了欧洲 可是 郑主坛 害死了 能调整国宝 当时去欧洲 看的时候也是 欧洲那么 那么觉得幸福 那么方便的地方 你知道 十亿率 百分之六数都有 所以很多人 欧地利那边 都不上班 上班干什么 上班两个钱 还没有拿失业 就社会已经发展到 还有很多问题 给了恩典 很多人就 就开始 就是乱用 知道吧 所以这个世界问题太多了 我们没法救这个船 我们住不到 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 就是去救人 人要进水里 我们先要救人 要解 我们先不要把船管了 大家知道 这个社会问题 国家问题 制度问题 什么时候能解决 你们觉得这些问题 什么时候能解决 唯一的方法都不解决 神也不解决 耶稣说了 耶稣为什么说 主为什么说有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就是全新的 不是说地球改造改造 还是政治改造改造 国家改造改造 变成另外一个地 新天新地 是全新的 所以我们来这里 不是来救地球 弟兄姐妹们 污染问题 你能解决吗 污埃问题 你能解决吗 全球现在变暖 能解决吗 都解决不了 我们很多人 分很多精力 很多心思 都去做 没办法 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因为什么 我们要做的事情 有更重要的事情 做 这个世界改变不了 但是我们要做 很多东西要做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或是要去传福音 甚至要走出去 弟兄姐妹们 因为这是人命闻天 大家不知道 我们越信主 越 追求神 跟神同在 那天 你就越感觉到 这个紧迫感 你灵不定 你就听说 谁的父亲去世了 谁的母亲去世了 谁出车祸 经常出现的问题 我们都觉得 遥远 实际上不是 因为这是 人命关系的事情 这也是关系到 天堂 地狱的事情 这也是永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传福音 走出去 还是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人 人来听断气 什么都不行 来不及 大家都记得 路加会议讲过 那个拉撒路去了天堂 财主去了地狱 拉撒路想当年 就在财主底下 就想吃这个圣灵 那个饭叶 就吃不到 那么这个财主 在地上是那么荣华富贵 那么炫耀 但是他去了地狱 这里不是讲 这富人跟穷人的问题 就是说 去了天堂地狱之后 这个红屋就卖过去 财主去了地狱之后 他就发现 哎呦这个地狱这么苦 他还有五六个地狱在地上 他就求 还不是求 他还只会这个拉撒路 他还以为拉撒路是他那个穷人 拉撒路 你去通知一下 我的地上的那个 还有五个地狱 千万不要让他们来地狱 亚伯拉撒路 就在这个拉撒路旁边 跟这个财主说 没有了 这已经结束了 这个天堂 第一次有个横头 谁都越过不了 况且 我去说了 他也不信 为什么 先知历代 那么多先知头 去传教书 你都不听 就算我去说了 他还是不会听的 况且圣经已经白字 还是写的嘛 不信 还是不信的 并不是说我们非得死里 真的去天堂 回来告不了 我去天堂很好 让你去 不信还是不信的 所以这个走出去 是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让人都知道 我们是病人 我们需要医治 那么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牧里一个 神仙家说的 所有的事 神都不会原谅 就错了 神会原谅 我不知道大家同样的 我有同感 所以所有的事 你 都不能用手段 但叫人得救 什么手段 都行 什么事都做 不知道 这个事说的比较绝一点 但是呢 这一个人 能找 能推他 把他推进去也好 把他赶进去也好 总把他带到主面前 不得救 我总不肯 一定会把人 带到什么面前 特别是我们的老年人 特别是我们的亲人 特别是我们的病人 还有很多高音人 因为你知道 你往这个方向走 你就知道他不是在 这个方向走 这事情还是很严重 所以我们不是说骗他们来信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一定要你来信主 不信主 我们断气那天 我们就见不到 我们不是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严重性 而且是优先权 那么怎么走出去 这些人们怎么走出去 因为使徒行断 开始使徒们出去就收了 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 传道为事 刚才我们这个 个人都确实也说过 我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的 语言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证明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不在乎神的大能 走出去 首先就要祷告开始 如果你不祷告 你也可以走出去 你有很大的智慧 你有很多说话的能力 还有很多巧的方法 我以前参加过一种神学培训 有一种神学培训 就是靠这种道具 就是用很多道具 给你解释 怎么去传分 怎么去宣讲 这就是保罗说的一样 我们靠人的这个讲道 靠人的言语 靠我们的智慧 还是有限的 如果圣灵和我们同在 神的大能不出去那间 你传的道 他可能信了一下 暂时一下 可能能偶尔一下 他还不适合真神归向主 最终我们还是和宝宝 打成这个关系 就像打成血脉一样 让神的灵能够做工 要不你就是一时的活着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不来侍奉神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没有见证 他就是一时的发热 这个要效就是一个月 一年顶多 要效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信主多年的人 或者是刚信主的人 有时呢 就能看不出这些见证来 就是因为神的大能 没有通过他们的 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用 足够的时间先祷告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记得 我们家敬拜的时候 就用这个祷告 那个歌 因为只在乎神的大能 我们必须以祷告来神的面前 我每一次祷告 我摇动神的手 祷告能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大山被挪影 道路被不平 是列国归向你 如果我们的祷告力量大 神的手是能摇动 神不是不做事 神是看我们的祷告 神看我们的信心 神看我们能够 切实地是不是向他 在祈求 在向他 后半 因为什么 因为人都是被死 不是被神的圣灵捆绑 就是被魔鬼 沙丹的灵造 你如果不靠祷告 人的生命 还在魔鬼的灵族 被捆绑 祷告才能盗开 这些锁链 才能把这个黑暗的 全是中解脱出来 所以一定要祷告 不能不靠血气 大家都传福音 比如说可能感觉到 哎呀 真正 怎么传福音就敞开 trick 这个人一说一切传福音 不只是right there 还在文章我们确实也是 那些传福音同样的我们的电影店 都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觉得人家没有必要 我过得很好啊 工作也这么稳定 又这么健康 孩子也这么出息 我要什么福音 看了吧 这就是问题所在 大家就是认识不到这些东西 这儿嘛 我们能做什么 你啥也不能做 你跟他传福音 人家像你那个过的那个样子 你传什么福音 电影也没有 你能做一些导宝 导宝能打开这个锁链 导宝能解开他这个 所有的钢链的心 才可以 这个春节我们有机会 去了一下三百市 去见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弟兄是从研究生的 宿舍的同床 我们俩个子都横满 都在那个宿舍里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讲两件事 一个是人生的读者 这是2004年 你看看我们女儿 还有她的两个儿子 我们大人就不用看了 你看这孩子 我的女儿谁这么高 她的大儿子在后面 小儿子这么大 那么 这个是十一年之后的事情 第一节目 我再过十几年回去 我就要说 这叫什么 老法苍苍 得拿个块儿 租乎去 是吧 就是这么的 很快 十年十年一跨过去 是非常快的 那么感谢神 我们去跟他们交流 我们时间非常 就是那个Sketch非常充满 充满 就是这次旅游就很 很那个 很有意思 我们几乎耽误了一天时间 本来三个小时的飞机 我们整整耽误了 一天多 才到了农民地 那就我们的所有的行程缩短了 那么跟他们见面就很相处 有一天往上去了 那么我们当时走的前 我就打发 走的前我一直在打发 求神能够怜悯他们 求神能够打开这一套通道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信不信心 但是呢 很感谢神 我们聊聊聊聊吃饭 后一段时间我就留给超主音 他们也参加团息 他们也读了那么多圣经 这么多年 你看我们做多年 没联系 也没有谈神的事 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就问我 Matthew 一天应该倒过去吃 你们怎么回来 很尖锐 他就问你一天到够几次才对 我说一天到够无数次 一天到够无数次 不是几次结构 但是感谢神 他们很好 我们通过这个交流 很有收获 他们很感兴趣 然后我每次发一面 最后就是变成祝福你 或是能变Christ 他们开始觉得 哎呀这今天怎么 原来从来不写这些东西 怎么想写这些东西 他没觉得不是福 但是觉得人在变 那么他也接受 就是这个过程 那么这种交往呢 对他们也很有帮助 比身边的人信主 也给他们看了些见证 很有帮助的 那么美国的一个 最有名的布道家 叫葛特里 就是菲勒布兰 那么他就做个见证 他说我祷告的时间 必在讲台上传道的时间还多 弟兄姐妹们 祷告还是最重要 如果基督徒生活了很多年之后 还得祷告不清楚 还得祷告没有信心 我们这个列打不开 我们这个动力就出去 我们这个就打不开这种锁链 因为不信主的人 他就被另外一种 这些红马 你打不开的 你打死也打不开 你一定要靠神去祷告 才可以 这就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只有多祷告 人才能必能得救 因为只有靠祷告 因为用祷告 魂往撒旦的时候 那个人才能施放 祷告有这么大的力量 才能把人解救出来 所以我们经常要 神啊求你将这个人吃给耶稣 求你将这个人加给教会 神就会做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我们有时候祷告呢 有主了 祷告打不通 觉得自己祷告也没有信心 为什么是这样 这就是罪 我们心里还是有罪 因为我们心里的罪 最明显就是良心在自责我们 我们想祷告 我们想去传福音 良心在自责你 你自己都说 你自己做的也不怎么样 你也没去那一段戏 你也没读经 圣经都没看了 看了吗 良心在自责我们 我们这个祷告打不出去 你一定要从这个 良心不安都解脱出来 坦荡的 有自信的去祷告 才能打出去 所以祷告一定要有信心 才行 才可以 那么必须 应当有信心去祷告 那么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要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靠 这种信心 这是英文翻译的 你要祷告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很强的信心 就相信神已经在那里给你准备了最好的答案 有没有这个信心 没有工作 你就去求神祷告 神啊 我相信你在英文翻译最好的东西 家庭有困难 生活不行 生病 身体软弱 我们每个基督罗都要这样做的那天 神已经在安排 只不过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去耐心地去等待 我们就做不到 我们一定要去做我们的份 我们的份就是祷告完了 我们就相信 我们要耐心地去等待 就是等待神再成就 那么很多人讲的这很多类似的故事 那么一定要求神给我们这种方法 那么我们首先祷告之后呢 一定要求神要几个人 我以前劝大家去看这个电影 所以我们去看就是《窝龙》 这里就讲过很真切的一个老君徒 他去求神给他一个人 你不相信 神真的给你一个人 神就通过住别的环境给了一个人 这个电影影响得挺好 那么那一家年轻的夫妇家 就出了东西 那么这个姐妹就来租房子 还是交流照好朋友 这些基督徒的姐妹 通过她这个环境 这一家人全部回到神的面前 她们有来也是基督徒 但是就是不论不论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几个人 你祷告上有感动 一定要求神给你几个人 所以我记得我们每个会员都有个会员手册 会员手册后面这里有个导报本 我不知道你们写了几条 我们明年开那个会员当中 这个本还能拿过来 跟大家来分享给大家 看你有没有写 你有没有写 我因为为了我的太太 我为了我的丈夫 我为了我的亲人 祷告 神给你一个人 你就开始祷告 今天姐妹们 要祷告到什么时候 一直祷告 祷告没吗 没了 祷告到什么时候 要不她死了 要不你死了 要祷告到头 这就是结局 一定要祷告到头 祷告到结子为止 神会给你结果 你有这个信心 神会给你吗 对吧 那么有个例子就讲过一个 一个钟表店的一个老板 一个女人 那么她家就很多钟表 以前不像一个电钟表 以前都是钟表叮当叮当响 但有人要调钟啊 调那个时间都要调整才行 那么这个工作得由专人来搞 那么这个钟表店的老板娘呢 经常请那个对钟的人来 来给她对钟 那么对钟的人呢 每次都来 她就感觉到神在给她这个人 她心里有感动 神让她给她穿福音 她就把她的名字写在这儿 每天都在给她祷告 每次都跟她唱福音 那么这个 对钟的人呢 这个人是老板娘啊 她是她是干活的 总是在推迟 她也不是最决定 因为毕竟是客人嘛 但是呢 她一直在把她名字 一直给她祷告 祷告了多少年 祷告了一年半 25个月之后 终于是都推好了 她的灵也推好了 她就一直给她祷告 她的灵跟神也疼气了 那么一个一步的 一个煤炭工人呢 煤炭工人很辛苦 那么有一天 有个传福音的人 给一个工人传了福音 她得救之后 她就很兴奋 她说我得救之后 我要干什么 她自己有感动 她心里有感动 就说 主摆在我心里的第一个人 我就为她祷告 果然她有个同事 她就为那个 其中的有个人 故事地祷告 那么这个同事干什么 不知道啊 后来她知道之后 她不高兴 你刚刚给我祷告啊 你信你的嘛 你刚刚给我祷告 她不管 她一直给她祷告 祷告的一定程度呢 这个 有一天 那个 原来传福音的那个人 来了 来之后 他那个有个人就上来 他说我要得救 那么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得救啊 他说有一个人老 他跟我祷告 有个人老 他跟我祷告 我要得救 弟兄姐妹们 这就刚才跟前面说的一样 不管这什么方法 你只要和神奇 你一定要祷告到 她受不了威慈 要让她本救 知道吧 这样才把你一个人带过来 还有一个例子 一个四六岁的小孩 这一个公司的上班 就做一个普通的文书 那么他做文书呢 他们这个公司的一个 总公司的身份脾气非常不好 这个不好呢 但是整给他一心理 就让他给他传福音 他有什么感动 那么他就是一直 他害怕呀 后来给他公开传福音 那么他就是默默地替他祷告 默默地给他 承天给他祷告 那么呢 有一天呢 总公司来问他 这二百多人的公司 你怎么就跟我们 大家都不一样呢 那么这个小公司就告诉他 我已经相信了主 你没有相信 弟兄姐妹们 这句话只差他的心 那么这个总公司 无奈 真的是从难 小公司祷告这么长时间 他最后还是信主了 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走出去 用这种祷告 来打开这个锁链 我们才能走得出去 那么 大家知道我们 为什么要走出去 实际上这个世界 每天不晓得有几千万的灵魂 这么严重 灵流 却无人在意 人群来来往往地走 走在街上 为今日忙忙碌碌 却不知道明天会发了何事 我们的天父为他们的忧伤难过 因为无人去传福音给他们 这就是说很多人提的 有人不知道福音怎么办 或者有人说婴儿怎么办 弟兄姐妹们 你真的是抄这个心吗 你抄这个心 你去传福音 你真的抄心 有些人不知道福音他去哪里 你去传福音 你这个婴儿怎么办 不用你抄心 神会安排最善好的东西 我们做的东西 就是要去传福音 因为就很多人 每天都在往死亡线里走 那么传福音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定要把主的话藏在心里 所以我们有圣经学习 我们有这个团系 还有我们的交流 包括静脉 富士 定音静脉脉 这就是保罗一再强调 保罗这么伟大的神学家 他都说了 我没有用高阳大志 对你们宣讲神的报名 因为我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人 只知道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哪里 耶稣基督指甲在哪里 这就是一定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基督的福音的中心 就在这个圣经里 所以学圣经不要觉得负担 刚开始我也觉得 学圣经最大的负担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不想学圣经 什么都想学 但是不想干这东西 所以就叼耳朗朗 你叼耳朗朗 你灵命就不成长 你就跟神典不起来 但是你哪里 你愿意读经 你愿意祷告那些 你跟神典的就紧紧的 你就会等到神给你这个力量 大家看一下 我们非常感谢神 我们教会建立都不到 也就三分左右 我们买了很多书 第一批第二批 第二批合起来 应该有二百多本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 哪个人记录本 这个借书记录本 你自己最清楚 你借了几本书去看了 对吧 你从来都不去借这个灵修书 你怎么灵命才成长 你怎么知道神的话语 所以这个书要都去借 都要一起看 然后有灵命才能成长 我的见证呢 大家就不要见外 我有见证 那么我的见证呢 因为我是搞电脑的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应该太发展了 你干什么都行 有GoGoDry 它有OneDry 你在这儿我设的东西 单位也能打开 回家也能打开 手机也能打开 我做什么东西都会联网联在一起了 我到哪里干什么事 需要等人去打个趟嘛 我这么多年信主之后 积累了很多东西 感谢什么审美 应该我添加一句话 或者一段力量 那么我就会种了一些东西 我这里会种最多的东西就是 就是圣经章节的背诵 这里呢我领理了几个东西 首先呢就是圣经章节的背诵 我们年龄是大一点 年龄大一点没有关系 你要去背诵 你要试着去背 那么这些章节的好的章节 就每次我在积累 积累积累积累 有时候积累的太多了 我曾经给大家回应过一次 但是我每一刻都在帮你加 帮你加 因为我背诵不了 但是你总是去重复的时候 神的话就扎在你的心里 所以刚开始我们带谈戏 包括我上来讲到说 很磁力 圣经是说过一句话 但是你也没有两口 你也不确信 但是你多读了之后 这些话扎在你的心里 你就绝对不会模糊的 你看像保罗说的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变化 就要你们查验 何必神的善良 纯显可喜喜悦的旨意 很多话也好得不得了 所以这是圣经章节的背诵 那么我每天途经 或者祷告出来 有很多圣经的资料 很好的资料 每句话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 有些讲得很好的说 你可以记下来 背下来 那么这些东西积累之后 又不是一页 这就不是一页 多少页在后面 多少页在后面 这个对我们属灵生命 非常有帮助 因为没有一个人 能背下这些东西 但是你要积累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再装备神的话语 有时候英文章节 也讲得也很好 我就把英文章节 放在英文这个栏目里 但是这个东西 我copy给你 是一页的 你自己去积累 才是你的东西 我们什么都给你搞好 卑微信品 你反过来不承担 你自己去积累 你自己去背 才有帮助 所以这很多话 非常有用 比如像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 你要祷告的时候呢 就确信神已经给你安排了 最后的答案 你能做的就是很耐心的 很谦卑的去等神给你的结果 是何等好的话语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要有装备 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 藏在心里 你心里有很多话 才行 那么 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们就觉得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话语说了 觉得自己力量还是不够 很多东西就是不懂 那么就是要来团契 为什么来团契或者来教会 因为神就是通过 我们集体一起祷告的时候 有些事情必须是集体祷告 弟兄姐妹们 你也在家祷告 你可能也读经 但是我们一起祷告的力量是绝对不同 所以一定要一起祷告 有些事情必须是一句祷告才能打通 很多大事情 你在家祷告好使吗 你也要动不了神的大手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神会聆听 一样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为什么有个教会 我们在家多安逸啊 寡风下雨和冬天在家多好 对不 我们为什么来聚会 神给的祝福 有些祝福 神是必通过这个我们的 教会来的祝福 神是大胆地祝福教会的 你如果不进入教会 你就蒙不到这个福 所以有些祝福是必须通过聚会来 才行 那么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与主同在 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说是以马内的主 神跟我们同在那天 我们就蒙他的福 因为我们是他的 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新娘 神祝福就是亲父在教会里 所以一定要加入教会才可以 有个例子去讲一个邮递员 成天邮递 这个 南无人有个女朋友两地分居 那么这么多年 一百 每 一年365天 每天都有一封信 第一点 每天有一封信 你想这个邮递员每天都要来 敲女朋友家给他送信 送信送久了 谁给谁成了 这个long distance的关系是不行的 距离这么长 最后这个女朋友就跟这个邮递员就长了 因为他长得在一起哦 对吧 所以我们跟神一样 一定要近距离 每天都要是为神同在 我们说神在遥远的神 我们每天感觉不到那天 我们就跟神再同在不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时时刻刻跟神同在才行 我们常福音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不明白 这个不信主的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你们觉得不信主的人 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不信主的人他不承认自己有病 他说你才有病啊 他不久才有病 不信主的人他就不承认自己有需要 所以有一对 一般很多人传福音就一对有的父亲 有一对朋友去传福音 那么给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就总是想办法去说服人间 那么这个牧道员呢 就刚开始问了自己这样的问题 世界上所有 他就问了同样的问题 世界上所有没听说过耶稣的人怎么办 你是不是想办法去回答 那么他这边有一个 他们一对弟兄出去的 他就是想办法给他解释啊 想办法给他说半天 那么那个牧师呢就说 牧师说 先生啊实际上你对这个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我请你 请你耶稣救你的生命中 那么他后来就 这个同事就很不繁衍 来的这个牧师怎么了今天 也不好好劝导人间 不好解释人间 那么这个 这个弟兄这个牧道员就很恼火了 然后接着他就问了 科学证明呢 宇宙创造历史经历了几百年 但是圣经呢 说仅用了十五六天就创造了 那么这个弟兄又想办法解释 就想办法解释 那么这个牧师又说了 先生啊 实际上你并不是真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你实际上是用这个问题来推演耶稣救你的生命 你现在需要的就是请耶稣救你的生命 那么这个问题提来提去 最后呢就很恼火 这个弟兄就很恼火 那么他后来还是提同样的问题 牧师照样回来同样的问题 后来这个弟兄 这个牧道也承认了 我就是需要耶稣救我的生命 我不要别的东西 我提出这个问题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就知道很多人就是 就是 就是 因为我叫ignore 可能ignore我们 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不善待 没有关系 我们去传福音神会给打开门 神没打开的门你躺开的 如果人家真的得不欢迎你 你就圣经也说过了 使徒们出去也是 如果人家不欢迎你 你就打开他把你脚底下的灰走就可以了 神会哪天会救他 所以我们不要为此而烦恼 那就是最好的方向 那么保罗为什么能够传福音 我们从保罗这里知道 怎么走出去成为传福音的事实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罗所传的信息是最准的 保罗跟巴巴这些人都传福音的时候 以前都有些争论 但是保罗最后最清楚 通过耶稣的圣灵来起才能得救 那么保罗最清楚这个信心 同时呢 保罗呢 自己他有见证 所以这个传福音的最大的果效就是 保罗自己跟保罗的信息是相等的 丁一典们们 这个三条在一条直线上 这个福音就能传出去 福音才有果效 福音才有见证 这就是保罗的一个见证 丁一典们们们 世人们怎么看我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世人们怎么看我们 世人们觉得这个人这么笨 这个人怎么花这么多时间去教会 这个人去教会甚至都奉献 他都没事干 跟他祷告 丁一典们们们 你看他每周都要去教会 每个礼拜都要教会 世人这么看着就对了 丁一典们们们 世人们看见 这个人像疯子一样 这么在服侍神就对了 世人们看见说 你跟他一样 你这个就跟保罗这个 发布在一条线上去 你这个福音就没有果效 所以 这是我们要成功的命运 一定要靠神 我们知道像保罗一样 所传的福音 跟我们自己 要在一条线上采写 那么这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生命的运河 我们不要打在路上 我们把这个运河打通 把这个神的生命带来给别人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 这就是说 必须如果我们聊出去才行 我们不要打在路上 传不了福音 那么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点 就是我们要得果子 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们都中心 中心那个菜子一定要杀出去 那么菜子杀出去 这个菜子本身就要死 你看那个 就走着最后做的那个麦里 麦里子就死了 才能成长出来 这就是基督徒成长 或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秘诀 就首先耶稣说了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 乃就是第一个粒 若是死了 就结束水多果子了 爱惜自己的生命呢 就失去自己的生命 在这世上恨恨自己的生命呢 就保守自己的生命 传福音 我们有代价 别人们们 我们首先要死 比如说我们肉体要死 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不要太判断我们自己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打发好了 都过去传福音就传不了 那就这个粒子不死嘛 你的粒子不死 你是传不出去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按生命的坏性 首先要改造自己 才行 那么 今年我们要准备走出去 大家都知道要走出去 那么走出去 我们前一段我们就要排练过眼光 那次粒子姐妹选了这个歌 非常好 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 你看天多黑 星星还在晒亮 第一姐妹们 不管夜多长 黎明就在那里等待我 夜多长 十二个小时 就几个小时 多么艰难 第一姐妹们有苦难 多有苦难 黎明就在那烫着我 我们绝对可以过得去 山有多高 你有信心 山就在你的脚下 多好啊 你们愿爬上来都知道 山多高 你都能爬到他脚下 蹬着他的山上去 不管路有多远 你心中真的有爱 你能走到天下 哪都能走到 上帝的心 就能看着希望 我们心里要有眼光 我们一定要缺信 有信心的走出去 才能走出去 那么以赛亚问了 同样的问题 当时神就问 我又听着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拆迁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拆迁我 就是以赛亚 这个教会 我可能要服侍神 那么当时 我们几个同事 多么地落在 我那是当信主耶 你怎么可能呢 他有个信人的弟兄说 Mathiel 我倒不一定想做牧师 但是我很想牧养教会 就有各种感动 他说 哎呀 牧养教会可得服侍一般 他就有那个感动 他就有那个感动 当时 他就很想做牧师 但是当时你没做成 因为他的身体不好 他就说 当时就是确实说过 服侍神是非常辛苦的 服侍神是要付出代价 很不容易的 你真的要被拆迁出去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上次给大家也发过一段文章 就讲过这个香气 基督徒的身上 一定要有香气 为什么有香气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人身上 还是灭亡人身上 都有基督的香气才行 这种人呢 就是有带了香气去周边 你这个香气 能让人得救 结果就有两种 能让人得救 也让人死亡 因为有些人不接受死的福音 他就不会得到这种救救 所以我们带这样的香气出去 我们才能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身上有这种基督的香气才行 那么明年我们就开始走出去 就是实际上是今年了 那么加上一个抄队也要 大家想一想 你念了研究生 念了大学 那么长时间 都要去试抄的 基督徒最难的就是 成天人的图景 打号 成天跟我们几个河的人在一起 这是最美的 光景 我原来在科罗斯厕史去了三年 我们的团期也非常好 我们现在定义里的团期好 那个时候团期更好 为什么好 差不多十对夫妇 我们两个人是最年轻 你想那团期该多好 我们俩是最年轻了 他们那么多年基督徒 他们已经都退休了 也都路遥过教会 几乎都退休了这个状态 跟他们在一起是非常好 但是这团期我们坚持三年之后 没有往下走 但是大家都有这个感动 我们实在一起是非常好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成天独近 成天打号 喜乐都不得了 又怎么样呢 你不走出去那一天 你就心里就越来越哭泣 就觉得没事干 我们是乐乐团 团期结束了又各着各的 又没事干 果然那团期最后就结束了 大家各着各的 都在不同间护士神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经营节目 有些人已经做过见证 我们指示们也已经谈好 为了要见了频道 看看啊 我想到你们也觉得 可能有很多问题 是吧 你们也来想到 试一下 真的 试一下 对你的视频尊敏非常有 帮助 团期已经分出了 非常感谢 我们照片 一网上搞完就 我们历心结尾 马上就不来 北主也不错呀 他就六个人了 挺好 真的 这个男主已经出来十一个人 北主已经是六个人 那天还来得少 这两个主没放在一起了 二十个人 你们从这里搞不了 真的感谢神 团期一分子 几乎就要马 知道吧 我们第一轮走出去 就开始了 第一点半了 那么我们一定要问神 要差遣我 你要求神 神让你来差遣我 我才能走出去 才可以 那么就一定要去表达 我们这种爱心 让世人都知道才行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这个世上 神来这个世上 神来这个世上 人是来这个世上 也不是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使命做多人的守将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这个世上 一定要做这种管道 为什么说我们是福音的那个 Mester 就是那个外交大师一样 我们不是主持的神 我们不能把福音处成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能说我们几个人和和来 实际上我们今天 每次握手问安的时候 非常有感动 我们一周见一次 我都觉得 哎呀 什么好常事也没见面 基督徒就是应该这样的 我们心里真的有基督那一天 我们跟天下任何一个基督徒 握手问安是非常幸运的事 就觉得哎呀 我们真是一二人 你这种感动 现在更是了 我们分手之后 好像也见不到 真的 好像还见不到 你这种感动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把我们的喜乐 只储藏在我们的手里 不要变成这个储存库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光 要发出去 我们一定要变成发光的光源 才行 因为圣经里也说过 我们是世界的光 成造在山上 但不是隐藏在地上 我们人有点灯的 谁把点灯点到 那个都是底线 点灯都要放在台子上 照亮他人 我们为什么要照亮他人 弟弟们们 很多人没有光 很多人看了在过龙旁富贵的生活 他实际上没有光的日子 弟弟姐妹们 没有光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 他们紧紧拥抱我的是迷雾 中叶陪伴我的是孤独 频频勤勤募的是苦水 死是牵动我的是痛苦 你不要于表面看他嘻嘻哈哈 觉得很开心 不信服 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心里没有光 实际上就是这个光景 千万要知道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 让他们认识神才行 那么我们就要离开爱意面对挑战 那么信主有数据有中的波动也好 你有个事情做反过来好 很多老教会为什么不成长 很多老教会就是老头老太人 都是七八十岁退休人在一起 那么他们就觉得成立在一起是挺好 他走不出去 体力啊很多方面不行 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反过是年轻的教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出去面对挑战才行 成为基督徒不是呼召出来 为其他的光成一堆 如果我们所摆上的 这是戴德森所说的 那么跟亚伯拉罕一样 亚伯拉罕那是离开了富尔才去从非 开始把神的这个见证给全世界 全世界都知道认识神 那么要是戴德森去中国干什么 他为什么去中国 戴德森去了中国这么多年 已经是第五代了 那么他就跟耶稣亚当时 就跟神做点见证是一样的 只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就是戴德森的名 那个耶稣亚说的 但戴德森也带了这种叛方 带了一家人去了中国 戴德森留下了很多名言 我若有千 千磅迎金 中国可以全受之取 我若有千条心灵 中国应该拥有他们 不 不是为中国 乃是为基督 我们可能为上帝做太多吗 上帝的工作 他说如果照上帝的丰富去做 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我有这个信心 定一见慢慢 我们只要去做上帝的事 神会供应你 你说是做上帝的事 没有供应那天你就关门 对吧 你做生意肯定是有生意 有收入才去做生意 谁做生意 我没有收入去做生意 肯定关门的 一样的 我们也是一样的 如果遇神这事 绝对是谁会提供 这就是戴德森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为神所摆上的 若谈不上冒险 我们也就不需要信心了 定一见慢慢 传福音 做基督徒 是要冒风险的 我们没有风险 这个就不是信心 什么东西现成的 我们就不需要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要去传福音 那么很多人就说 我做个安逸的基督徒 不挺好啊 我这里 你看我也不贪心 我信了耶稣 我有永生就够了 我也不想要什么冠冕 对吧 我去这个天堂 就满购了 不要什么讲堂了 定一见慢慢 当时听的时候觉得 这很有道理 对不对 很有道理 这什么不对 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讲过 定一见慢慢 一个能得神冠冕的人 是忠心侍奉神 也是效忠神的人 而是神喜悦的人 神希望你去这么做 神也要求你去这么做 圣经你没有 从头到尾没有说 你就做个安逸的基督徒就行 定一见慢慢 我们都有孩子 我去这个三番室 也发现 中国人 包括印度人 都会验的 我们为什么 都想去好学区 为什么去这个好环境 好学区就给他全部的中国人 全部的印度人 在那 房价就往争 一百三大 都是最小的数 听听见慢慢 为什么让我们的孩子 都想去好学校 好专业 好工资 我们为什么追求神 又不是这样的 一样的道理 追求神 我们也是一样的 人追求自己的东西 要求最高 追求神 就是什么都不要 就嫌 什么都不要 冠冕都嫌 是没有道理的 神给我们冠军 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 有信心去做才行 那么大家读了福音书 福音书有几本 四本 但是呢 我们现实中 我们基督徒真的传福音基督 我们福音书实际上是五本 第五本就是你我 人们就是通过你我 去看这个福音书 看了半天福音书 看看旁边的基督徒 这根本跟福音书不一样 就不是福音书 大家都是通过你我 看第一五本福音书 才知道福音 弟兄姐妹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准备 我们要走出去 对外众的信心 必须走出去 才行 我们才有信心 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才能荣耀 神的礼方 我们来一起打网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信心 为我们盯着十字架权 为我们从十里复活 这是我们一生要传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靠高言打字 或委婉的话语 让我们懂得依靠生命的大力 使人的心归向你 求神来武装我们 也使用我们 也拆迁我们 让我们教会健康 我们教会有见证 我们教会都有旧文的记号 让我们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 感谢神 临近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道 阿们 感谢神 我们下面是简单的 加诗分享 那么 加诗分享单程都有 那么现在 临近春节就有三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